七姑娘 方才七姑娘的琵琶 似不像是女琴师所教 洛侯此言是何意 如此杀伐之气 不该是女子有的 难道洛侯没有听说过 乔国夫人的故事吗 女子为将者 古往今来并非一人 杀伐之气 也并非男子独有 七姑娘好气魄呀 别的娘子弹曲都是 花好月圆 阳春白雪 这七姑娘卑壮之气 似是感同身受伴贴切 洛侯真是在夸赞我 若是非你所钟爱之气 还是少胆为好 洛侯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我爱与不爱 谈与不谈 与洛侯有何关系 这赛文宴也已经结束了 洛侯有许多公务在身 就不必在此多逗留了吧 七姑娘真是主客 岂敢 这罗府虽然是百年园林 可是陆侯也是瞧不上吧 我也要回去给各位宾客回礼了 就不奉陪了 欧颜 这七姑娘可是你要瞅的人 想 又不想 对了 陈刀燕有线索吗 还没有 跟我来 请拿请放 恭喜啊 这些东西金贵 直接放在车上吧 洛侯 拜得告师啊 恭喜 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 还能再次见到赛文宴的圣经 实属难得 实属难得呀 都是孙先生的功劳啊 哪里哪里 留步吧 罗主播 孙先生 少当民客 白管家 是 侯颜 这个礼物看起来有点蹊跷 茶 谢谢 是 使不得 真的使不得呀 罗主播 孙先生 一些文房四宝 略表西医 罗主播 能参加赛文宴 已是老夫吃幸啊 这些东西啊 就 孙先生 实不相伴 听闻先生学斋 广招寒门 不论评鉴 不要恕修 家母听后颇为感慨 一点小意思 还请先生孝纳 若是这般 老夫便收下了 也带寒门学子们 谢过老夫人 快抬到车上去 华主播 好 罗主播告辞了 孙先生 慢走 且慢 抱歉 惊扰孙先生和卢二爷了 叶统领 今日是所为何事啊 近日朝廷重犯在逃 皇城寺奉命搜捕 恰巧有人在此 发现了重犯的身影 陆侯下令追捕 还望二位多多包含 既然是公务在身 请便 下官职责所在 来人 把这箱子给我打开 是 是 等等 叶统领 这箱子里是罗府 给孙先生的回礼 叶统领 箱子里是罗老夫人 送给孙某人的文房四宝 想来应无问题吧 孙先生 下官职责所在 不敢放过一寸一领 这都是风雅之物 其实你们 简直犹如斯文 得罪了 谁敢造策 搜 大胆 不得无礼 见过陆侯 晚辈无礼 还望先生莫怪 陆侯 你们的手下 倒是谨责得很哪 朝廷有命 定要将罪犯捉拿归案 晚辈也是为围系法典 多有得罪了 陆侯 这箱子里面 尽是文房四宝 还是不要搅了这风雅为好 风雅天成 折损他的 并非本 如今如此作为 也是为维护孙先生的文生 那要是搜不出逃犯来 等如何呀 那本官 定会给先生赔礼 来人 在 海箱 是 风雅之物 还是莫要开箱损坏为好 晚辈唐吐了 望先生海涵 简直是胡闹 陆侯慢走 恕不远送 来日方长 罗三公子 后夜 如何 属下跟着孙界的马车 一直到书院 看着把所有礼物卸下 直到马车离开 也并未有异样 所有离开罗府的客人和马车 也都仔细搜过了 是 罗府今日除了给孙界回礼 还有没有给其他府回礼啊 回礼 给城府回礼了 据说 城公子之前去罗府 带了好些礼物 这次罗府 也给城公子 准备了好几箱礼物 让他带回去 那城府的马车 有没有仔细搜过 属下已经吩咐过了 所有的马车必须延长 但 公子跟侯爷的关系 城府的马车 他们不太敢造次 糊涂 侯爷的意思是 那人 跟着城府的马车跑了 我这就让人去追 别了 怕是迟了 不过 如果真如我所料 倒是遇到了 不可小觑的对手 看来之前 是想看他了 是 来 两个人 帮忙卸下箱子